57. 星島日報 歐日股票繼續幸好回歸基本因素 2015年7月27日投資王其十九台來有方經過近月環球股市的驚濤海浪 相信大家已收拾心情為投資重新部署 展望下半年,量行寬鬆政策的影響力將減退 市場焦點逐漸回到生產力與盈利增長等基本因素上 股票價值形勝過債券,應繼續編好歐洲與日本股票 今年以來,環球主要央行政策分歧的形勢未改 未來料會進一步分途而進 美國聯儲局可能在今年秋季加息 開始將利率正常化 英倫銀行也有機會在今年11月或明年2月接力加息 歐洲、日本、中國等多國央行 勢將繼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 現時叫停全球性量寬為時尚早 但市場反應往往經向行先於實際形勢 因此在美國息率環境漸入常態之下 投資者注意力將由央行政策轉移至其他投資基本因素 令後者重新主導投資回報 歐洲價值營股看超檢視目前市場各項基本因素後 我們發現部分關鍵指標已呈現紅色警暴 其中環球生產力增長下降 隨時影響經濟增長與貨幣政策 繼而拖低企業邊際利潤 再加上不少風險資產價值依然高企 美國加息步伐也未完全明朗化 投資者而抱審慎態度 嚴選不同市場、行業及個別證券 在股票與債券兩大傳統金融資產中 前者估值現時仍較後者合理 其中歐洲與日本股票均受惠於貨幣約勢及量寬政策 兩地企業盈利預測也正獲上條 建圖吸引力高於估值以偏高的美股 歐股現得在顯得特別便宜 可視歐央行買債計劃營造的寬鬆信貸環境 貸款進一步增長及歐羅貶值等因素 均理好當地企業盈利前景 歐洲價值營股可看高一戶 尤其是銀行股 但暫仍需避開意大利、法國及西班牙等國資產負債表 匹約的銀行 在港上市國企直播日股同樣看好 預期日元弱勢可帶動企業盈利持續提升 當地企業增加派息及回購股份的趨勢持續 更為日股帶來額外支持 出口及金融股均值得留意 日本以外的亞洲股市 則有區內多國改革持續推進 股值合理、貨幣政策寬鬆等因素大動 正處於長個星期的初段 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及H股 便有不少投資機會 債券等固定收益資產亦不能忽略 隨而F式略逐漸回升 固定收益看來沒那麼昂貴 可使美國加息開始進入倒數 債使難免波動 若美國如期9月加息 短期債券料將首當期充售壓 長債可能在投資者追求收益下獲較佳支持 在美國債市中 高收益等信貸資產現較國債可取 在歐來區 可偏好獲量寬支持的次級銀行債券 以及個別歐來區周邊國的長期國債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潛力普遍優於本幣債券 印度、中國及墨西哥等正展現改革動力 及通脹降溫的國家 皆可留意 投資涉及風險 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 基金價格及其收益可升可跌 並不能保證 投資者可能無法取回原本投資金額 投資價值也可能受到匯率影響 文言內所有分析均有貝來得就其本身目的取得 並可能居此行事 所取得的任何研究結果僅屬偶然 文言內所述觀點並不構成投資或任何其他建議 並可予以修改 有關觀點不一定反映貝來得集團旗下 任何公司的意見或其意見的一部分 且不保證其準確性 立法